Hello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溜溜球是透過起始的關係 來使球體快速的轉動 旋轉會讓溜溜球 穩定的保持在同個方向 這使得溜溜球 在做些招式的時候 能夠保持穩定 所以 快速且持續的旋轉 是所有溜溜球花式的基礎 旋轉的越久 就越容易做出各種花式動作 隨著時代的進步 溜溜球也進化到了電動的版本 直接將電池與馬達裝進去 只要輕輕的一丟 就可以在電力耗盡之前 一直轉下去 這簡直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而且 做招式的過程中 如果減速了 它還會自動加速 這其中到底用了什麼原理 是我非常好奇的 所以這支影片 我會來拆解這顆溜溜球 來看看如何設計一顆 不會停下來的溜溜球 從半透明的外殼可以看到 這顆球是一邊放電池 一邊放馬達 功能是不一樣的 我先將溜溜球轉開來 可以看到這中間有一個塑膠軸 有一邊是齒輪 從縫隙還可以隱約的看到 馬達那端傳動的齒輪 不過這個塑膠軸在轉動的時候 會直接磨擦固定的金屬棒 不像一般溜溜球有培鈴的結構 確保轉動時候可以順暢 我先拆開電池這半 這半構造使用了三塊電路板 左邊是充電的用途 而右邊是開關 上面這塊電路板 則是旋轉的時候的LED燈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沒有把這三塊電路板做成一塊 這應該可以減少很多 組裝焊接的成本 而且這電路板的焊接品質 我感受不到是接近2000塊的產品 感測器的這個銀色東西 我原本以為是磁鐵 結果它只是一塊金屬 我猜應該是用來配重的 因為溜溜球的轉動速度非常快 重量的分配必須要非常精準 才好操控 而這顆鋼柱的功能就很有趣了 鋼柱軌道的外側有一顆按鈕 當溜溜球轉動的時候 釐清力就會讓鋼柱滾到外面 這時候就會壓到按鈕 來讓LED燈點亮 非常便宜而且簡單的構造 但缺點是鋼柱有時候會卡住 造成停下來的時候燈還在發亮 由於電池只有一邊 溜溜球需要在旋轉的狀態下 將電力傳送到對面的馬達 而正負極導通的方式 是透過中間這顆金屬棒 與螺壓連接的 用電錶可以測量螺帽跟電片 大概可以看到4.1伏特的電壓 正負極過來之後 就可以傳到這邊的馬達 這裡將電路板分成兩塊 這一塊電路板應該是處理馬達電力的 由於馬達本身它也可以做成發電機 所以在沒開氣的情況下 做這個動作可能會瞬間產生大量的電流 將其他的連接給燒壞 所以這個電路板上應該有相對的保護措施 而另外一塊電路板就是感測器 這裡的感測器就很特別囉 我之前就很好奇 要怎麼判斷馬達要轉哪個方向 滴滴球在每一次丟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會將球往反方向轉動 因此如果希望馬達可以將球加速 那麼就要判斷球轉動的方向才行 我原本想說是不是用了什麼 三軸加速度感測器來偵測方向 結果它只用了一顆鋼珠來偵測 跟剛才的方式有點類似 但是這個軌道變成U字形 並且有兩個按鈕在尾端 平時這個鋼珠都會被內側的磁鐵給吸著 當旋轉的時候 鋼珠會因為球體轉動的慣性 往切線方向移動 就會落在U字形中的其中一邊 碰到按鈕之後 馬達就會朝特定方向旋轉 透過齒輪傳動到中心軸 來將溜溜球給加速 如果球往另外一個方向轉 鋼珠就會落到另外一個開關上 往反方向轉動 這個設計真的超級聰明的 單純靠一個U字形軌道 就可以偵測球體轉動的方向跟力道 在操作溜溜球的時候 能夠做出正確的加速 這真的是最便宜 而且可靠的感測方式 非常佩服想到這個方法的工程師 那麼這麼厲害 而且可以無線轉動的溜溜球 到底好不好用呢 答案是非常難用 這個溜溜球最大的問題 是它的配重非常的詭異 現在主流的溜溜球 都會把中間挖空 將重心放到外側 這樣做可以讓溜溜球 在轉動的時候 保持最佳的穩定性 但是這顆球 因為馬達跟電池的關係 重心靠內側 而且非常不平衡 以至於操作性非常的差 甚至在甩動的時候 還可以明顯感受到球體正在減速 而這顆球最大的優勢就是它可以轉很久 在電力耗盡之前 大概可以轉30分鐘 可是現在幾百元的溜溜球 輕鬆都可以轉到1分鐘以上 甚至同價位的專業溜溜球 超過5分鐘都不是問題 對於這些花式動作來說 其實非常足夠了 因此 靠著馬達持續轉動的優勢 不論是專業的玩家還是初學者 都沒有什麼吸引力 更不要說這種充電電池的產品 還會遇到電池無法充進去的狀況 像這顆球是2021年出廠的 全新的狀況下 我在上個月拆封 是沒有辦法充電的 我自己是將電池解焊 用其他的充電器修復的 喔對了 這個溜溜球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可以遊玩AR的APP 在這個APP上 可以透過鏡頭來幫你的溜溜球 加上非常多有趣的特效 讓你輕鬆錄製短影片 甚至你還可以玩打怪獸的小遊戲 不過實際操作起來體驗很差 延遲讓這些特效 沒有辦法完全跟得上溜溜球 而且操作溜溜球的時候 通常需要緊盯著手上的線 你很難在操作球的同時 看著手機的小畫面 來去玩這些遊戲 因此拿著球晃來晃去 可能還比較容易 甚至可以不用球 你只要拿著綠色的東西 就可以玩了 喔對了 這個APP要啟動的時候 還需要掃描溜溜球上的RFID 我原本以為會有什麼特殊的額外功能 結果這個功能只是讓你打開這個APP 它要確認你買了這顆球 才能夠開啟這個APP 後續這個RFID 一點用處都沒有 而且為了避免大家偷偷的去掃描RFID 它也在包裝紙上加了一層鋁箔紙 防止大家在購買之前偷偷的掃描RFID 無論你是在可口可樂時代 小旋風 超速游泳 還是火力少年王的時代 應該多少都曾經接觸過溜溜球 其實近幾年 溜溜球也變得很不一樣 溜溜球構造雖然簡單 但是高速旋轉的特性 對於培鈴跟球體的精密度 要求可說是非常的高 就像是精密的工藝品一樣 也因為加工技術的進步 幾百元就可以買到很漂亮的高檔溜溜球 這些溜溜球擺起來就像是精品一樣 我手上的這顆塑膠溜溜球的製成也很特別 是塑膠射出之後 再以車床做二次的加工 確保它的尺寸是非常精準的 中間的精密金屬軸承也做成優質型 能夠確保在旋轉的同時 輕鬆的做出各種招式 如果你以前曾經玩過溜溜球 並且你想要再次體驗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到位在西門町 武昌成品的溜溜球店 小宇宙溜溜球去參觀 那裡有非常多專業的溜溜球 相信能打破你對溜溜球 就像是玩具一樣的認知 小宇宙溜溜球也有網路商店 網址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最後也非常感謝大家看完這部影片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